你见过浑身都是黑科技的生物吗 科学家研究了数年 为何依然没有搞清楚它结构的秘密 如果模仿它造出了飞行器 完全可以躲避任何导弹的逻辑 那么你知道这种生物到底是什么吗 它就生活在我们的周边 没错它就是蜻蜓 让你想不到的是 蜻蜓的狩猎成功率竟然达到了100% 据统计猎豹狩猎的成功率是58% 黑足猫能达到60% 陆地上狩猎成功率最高的动物是斑猎狗 但也只有85% 但蜻蜓凭什么就能达到100%呢 在夏季河滩的旁边 蜻蜓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其实这都要归功于它 身上有三件法宝 就是翅膀眼睛和大脑 要提到蜻蜓的翅膀 那可谓是生物学上登峰造极的研究对象 你肯定见到过蜻蜓 经常会悬停在空中 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 它还可以倒着飞 就凭借这一招 我敢说 世界上没有生物能够做到 人类如果能做出像蜻蜓一样的飞行器 那灵活性估计连导弹都打不到 你肯定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沙丘》 那里面就出现过像蜻蜓一样的飞机 但以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平 还造不出这样的飞行器 因为普通的材料 根本满足不了这种需求 高频率的震动 很容易让机身散架 想要做出像蜻蜓一样厉害的飞行器 就必须要弄明白蜻蜓的身体结构 你知道吗 其实三 两一年前蜻蜓就已经出现了 在昆虫木中 它是最古老的 它有一对神奇的翅膀 还拥有发达的腹眼 三只单眼 如果细看的话 还有两根非常短的触须 它们再三 两一年前长得非常巨大 翅膀展开竟然达到70厘米 而拿出现在最大的一只蜻蜓 臂展也只有16厘米 那么奇怪的是 经过好几亿年的变化 为啥它们会越变越小呢 它们的翅膀 究竟存在什么样的秘密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你见过世界上最完美的翅膀吗 它的构造远超人类的技术 它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生物 我们人人都见过它 它就是飞行界的王者蜻蜓 我们大家都抓过蜻蜓 但好像从来就没有抓到 那是因为 它原地起飞的速度 根本就让你反应不过来 它不仅速度快 还能在空中做出悬停的动作 想怎么飞就怎么飞 那么它的翅膀里面 究竟暗藏什么机关 其实秘密就在于 它拥有直接飞行机 它与大多数会飞的空虫不独 大多数昆虫都长得间接飞行机 飞行机长在它胸部的位置 在收缩与扩张时 间接飞行机会变形 翅膀会收到间接飞行机传来的振动 在翅膀振动与空气的作用下 产生了生力 因此可以让这些昆虫在空中飞行 但蜻蜓不仅有间接飞行器 它还多出了一个直接飞行器 蜻蜓能做出高难度动作原因就在这里 在直接飞行机的作用下 它们可以做出水平垂直 急速扭转的运动 四个翅膀在直接飞行机的控制下 极大的提高了筋度和灵敏性 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拍打前后翅 并且它可以根据脑子里的想法 随时随地地改变飞行路线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反冲程飞行技术 蜻蜓就是利用了前后翼 可以180度的交错摆动 这也是蜻蜓能够实现空中旋庭的主要原因 就连非常缓慢的向前飞行也不在话下 让你想不到的是 它加速的时候就更厉害了 只要它用力煽动起四只翅膀 它瞬间的速度蹭了一下 就能达到50公里以上 因此它成为了世界上飞行最快的昆虫 但蜻蜓难度最大的并不是上面所介绍的这些 它最引以为傲的就是可以倒着飞 这也是地球上任何昆虫都无法模仿的飞行动物 你可能会说苍蝇和蜂鸟好像也会吧 但我只能告诉你 它们做出的动作只是劣质版本的倒飞 和蜻蜓的动作根本就没法比 蜻蜓在不扇动翅膀的时候 还可以进行滑行飞翔 能做出这么多的高难度动物 让它的狩猎成功率达到了1% 你敢相信蜻蜓翅膀的厚度仅仅只有两微米 但在高强度的振动下 为啥就不坏呢 原因是它的翅膀边缘比较重 这能让它的翅膀更容易产生振动 这也是翅膀不会轻易损坏的原因 蜻蜓身上的法宝不只是它的翅膀 它的眼睛和大脑更是能惊掉你的下巴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 它是地球上眼睛最多的生物 经过三亿年的进化 浑身都是黑科技 从远古时期的一盏一米 到现在的一盏不足20厘米 为啥会越进化长得就越小呢 你敢相信 蜻蜓身上的零件 已经远超人类的科技 它不仅拥有强大的翅膀 它的眼睛构造更是一绝 蜻蜓有一对腹眼和三只单眼 腹眼里面拥有三万的小眼睛 这三万的小眼睛 每一个都是货真价实的眼睛 因为每个小眼睛都有角膜 颈椎色素细胞和视网膜细胞 因为蜻蜓视力 可以360度的无死角观看物体 蜻蜓能看到紫外线到橙色的光谱 任何移动的物体都逃脱不掉 它的眼睛锁定猎物 那叫一个快 再加上拥有无敌的飞行技术 想要抓住猎物 真的是太稳了 蜻蜓不仅视力极佳 它的脑子更是为了飞行而生 蜻蜓在锁定猎物的灵 一秒内 它的大脑就能优化出最佳的飞行路线 在抓捕猎物时 拦截对于蜻蜓还是比较容易的 只要迅速地转弯就可以了 但是追击的时候就要难一些 因为蜻蜓的眼睛 在锁定猎物的同时 还要爆发出非常快的速度追上猎物 又凭借着身手 假如蜻蜓还拥有三亿年前的身材 估计现在的鸟类早都被它吃到灭绝了 你可能不知道 蜻蜓都是用身体呼吸的 因为它的身体有气孔连结的小气管 可以将空气输入到全身进行呼吸 但并不是每个生物都有这样的呼吸系统 比如体型大的生物就比较吃亏了 这也是蜻蜓为什么越进化越小的原因 因为尼根基的时候 空气含氧量高达45% 而现在地球含氧量仅仅只有21% 如果远古的蜻蜓活到现在 早就因氧气吸不而灭绝了 其实我们现在的科学家 都在努力研究蜻蜓的飞行模式 最终的目的 就是想做出像蜻蜓一样的飞行器 一旦这种飞行器研制成功的话 不仅飞行速度超过现在的战斗机 就连超音速的导弹 估计都打不到它 如果真的研制成功 你认为 它会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战争机器 如果你只为双头蛇其中的一个头 另一个头会饿死吗 曾经进行过一项实验 发现双头蛇不能同时进食 这可能导致窒息而死 当双头蛇的两个头同时进食时 食物可能会在通过喉咙时引发窒息 因此 在喂养双头蛇时 应按顺序将食物喂入不同的嘴里 最好在喂食时使用隔板等方法 将两个头隔开 确保食物进入正确的嘴里 此外 在喂食时要确保将食物正确的喂入口中 以防止两个头互相争夺食物 双头蛇虽然只有一个身体 但有两个独立的大脑 每个头都有自己独立的意识 有些双头蛇甚至共享一个胃部 吃东西的欲望会让它们发生争执 还有一些双头蛇 它们虽然只有一个身体 不过却有着两套完整的消化系统 甚至有些双头蛇连心脏都是独立的 就像是两条独立的蛇在紧固 被相互融合在一起 最让人无法想象的是 并且双头蛇还可以雌性同体 也就是说 它有两套生殖系统 在很多人的猜想中 双头蛇有两个大脑 它们应该已经习惯了彼此的存在 而且 无论是谁将食物吃进肚子里 经过胃部消化后 都会供应整个身体的消耗 即便它们有两个胃 也很难发生另一个蛇头被饿死的情况 应该不会发生争抢 但事实上 双头蛇独立的两个大脑 都会触发因为食物而产生的饥饿信号 当一个头有了食物 另一个头没有食物 那么双头蛇就会发生内动 这还是它们在 共用一个胃的情况下 如果它们 再有独立的消化系统 这种情况会更致命 不过有时候 双头蛇也会主动舍弃自己的主脑地位 将身体的控制权 交给另一个头 这种情况 一般只会发生在有一个蛇头 缺少皮子 食到甚至是眼睛的情况下 大多数时候 只要两个蛇头 能有完整的器官 那么它们 就不会放弃自己身体的控制权 特别是两条蛇 都有着自己的消化系统 以及心脏 这会加剧了 它们想要独立的欲望 1993年 科学家曾经对双头蛇 进行了一项研究 它们发现 双头蛇的每个蛇头 都有自己喜欢的饮食习惯 所以 双头蛇经常要为吃什么样的食物 而发生争斗 那么 假如一条双头毒蛇的一个头 咬了另一个蛇头 这条蛇会被自己毒死吗 一般情况下 蛇不会被同类的毒液毒死 实际上 这种情况 在自然界中经常发生 在争夺配偶食物 甚至是无意中 都有可能会导致同类受伤 如果它们无法免疫自身 以及同类携带的蛇毒 那么在很久之前 也许它们就已经灭绝 比如眼镜蛇 眼镜蛇的肌肉中有 综合毒液的糖分子 防止毒素伤害到神经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 一条蛇不能杀死它的同类 特别是对于双头蛇来说 如果一个蛇头杀死了 另一个蛇头 那么它的生命也会结束 因为死去的蛇头 在死亡之后 会开始腐烂分解 导致第二个蛇头感染而死 而在自然界中 我们也很难 能够遇到野生的双头蛇 因为两个独立的大脑 会导致它们经常为前进的方向 以及猎物的选择发生冲突 这会导致它们前进的速度减慢 遇到危险后 无法及时逃脱 从而 两个大脑对能量的消耗非常的大 也会对身体造成压力 从而导致寿命非常的短 最严重的是 双头蛇的两个蛇头 可能对食物的口味不同 因为无法像人类一样 通过协商来解决 所以 两个蛇头都会对肌肉发出信号 结果就是 身体根本无法完成大脑发出的动作信号 有时候 即便捕捉的猎物 也会因为不懂得分享而死 咬着猎物不放 最后嘴巴里咬着食物 身体却被活活地饿死 传说 如果蛇和乌龟合体 就能组成四大神兽之一的玄武 但是在现实中 如果蛇和乌龟相遇 会发生什么 乌龟是怎么抵挡蛇的袭击 蛇能钻进乌龟的壳里吗 曾经有人拍摄到一条蛇 钻进了乌龟壳内 但是却无法逃脱 只能在地上不停地挣扎 试图摆脱龟壳的束缚 而在美国 也曾有人拍下过类似的情况 一条水蛇卡在了蜗牛壳内 也许它是想吃里面的蜗牛肉 但却低过了自己的头 结果被死死地卡在了里面 如果不是后来被人拉了出来 那么这条蛇最终会被活活饿死 不过对于蛇钻进乌龟壳内 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觉得 也许并不是蛇袭击了乌龟 而是乌龟咬住了蛇 然后将它拖进了龟壳 乌龟强大的咬合力 再加上龟壳的防护 导致这条蛇只能无助地挣扎 而且 别说是这种小型的蛇类 就算是巨型的蟒蛇面对乌龟 也只能寒泪离开 虽然蟒蛇的缠绕 能够造成巨大的碾压力 导致猎物体内的空气被挤出 而窒息死亡 但是乌龟的龟壳 并不会轻易地被破坏 它们的坚固 超过了你的想象 在乌龟的龟壳上有一层硬白 它能够防止大多数食物动物的饲养 而且边缘非常的锋利 特别是对于蛇这种动物来说 因为需要将猎物整个吞进肚子里 在这种情况下 龟壳的边缘就会划伤蛇的胃部 甚至会破坏内脏 造成大出血 最后同归于尽 所以一般情况下 蛇不会把乌龟当作食物 而在海洋中 鲨鱼应该是最强大的存在之一 咬合力更是强的惊人 但是即便如此 鲨鱼也不会把海龟当作食物 因为它们的牙齿咬不碎海龟的龟壳 曾经还有渔民发现了一条死亡的鲨鱼 在它的喉咙里 一只海龟堵住了它的器官 那么是什么 让乌龟净化出如此坚硬的外壳呢 根据考古学家的说法 乌龟在数千万年前 就已经净化出了龟壳 这也是它在各种大规模灭绝事件中 能够活下来的原因之一 龟壳形成了一种古老的防御 为了获得更强的防御 它直接让脊椎进行了退化 将全部的技能都点在了防御上 舍弃了逃跑以及攻击的能力 特别是陆地上的乌龟 因为无法逃跑 也不能进入海水中躲避敌人 所以它们的龟壳 是所有龟类中最强的存在 根据计算 陆地乌龟的龟壳 能够承受自身体重200倍的重量 就算是拥有世界上最强下恶的尼罗和鳄鱼 也无法咬破它的龟壳 同时 乌龟的龟壳和螃蟹 以及蜗牛的壳不同 它的壳也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简单来说 龟壳是由乌龟的肋骨以及脊椎 在进化的过程中 融合在一起形成的外壳 至于为什么其他动物 无法进化出这样的外壳 主要和呼吸有关 如果哺乳动物的肋骨形成了外壳 那么它们的肺将失去呼吸功能 所以 除非其他动物 能够进化出新的呼吸方式 否则是无法进化出龟壳了 不过龟壳在给它们带来超强防御的同时 也限制了它们的速度 直接说